大家好,我是小怪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国王用鲜血喂养跳蚤 最后跳蚤长得比人还要巨大的故事 在西方中世纪的一座城堡里 一场音乐会正在举行 演奏者正是国王的女儿 她要为父亲献上自己创作的乐曲 可就在此时,国王的手背爬上了一只跳蚤 这只跳蚤很灵活,无论国王怎么捕捉都无济于事 这一切都被公主看在眼里 自己动情的演奏并没有被父亲放在心上 只让她十分伤心 演奏结束了,国王也终于捉到了跳蚤 他十分勉强地为公主鼓掌 然后赶紧回到了寝宫 开始研究起了这只跳蚤 国王刺破了自己的手指 用鲜血把跳蚤吸引出来 之后还把它放进一个精美的盒子 准备把它当作宠物 国王还给跳蚤做了很多小玩具 看着她在桌子上玩耍,感到十分欣慰 这天,公主对国王说要去外面走走 国王却拒绝了她 说公主到了嫁人的年纪 应该老老实实待在皇宫 说完就拿着牛排离开了 她回到寝宫呼唤着宠物跳蚤 跳蚤慢悠悠地从床下爬出 几天时间,她已经长成小狗般大小 一天深夜,御医被侍卫叫醒 她匆忙来到国王寝宫 可国王的身体十分健康 原来是国王的宠物跳蚤生了病 而此时的跳蚤体型已经和牛差不多大小了 在国王的指示下 御医拆微微地为跳蚤做检查 可没过多一会儿 跳蚤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国王警告御医 今晚的事对谁也不要说 等御医走后 国王抱起跳蚤的尸体失声痛哭 他决定要让跳蚤发挥作用 于是他找到公主 说即将为他找一个如意郎君 最终的人选也将有比赛选举产生 这让公主感到不愿 因为他想嫁给自己亲爱的人 可国王对这种想法感到可笑 没等公主多说话 就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 国王把跳蚤的皮包下来挂在宫殿内 让前来面试的人辨认 这究竟是什么生物的皮 可无论是渊博的学者 还是国家的王子 都没有人能够辨认出来 这时人群中走来一个魁梧的巨怪 他对着这张皮闻了又闻 说出了这张皮的来历 国王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公主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 可均无戏言 说出去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 最终国王只能眼睁睁看着公主被人领走 公主跟随巨怪穿过茂密的丛林 翻过耸立的高山 终于来到了一个山洞里 这正是巨怪的家 从此以后 公主不幸的生活开始了 突然有一天 山洞中的公主听到了什么声音 她来到洞外 看到了悬崖对面有一个女人正在采药 她大声呼救 女人出于同情 找来了自己的儿子 两人齐心协力利用绳索把公主带到对面 可这一行为却被巨怪发现了 她也爬到了绳子上 众人连忙把绳子割断 巨怪掉落了悬崖 死里逃生的公主坐上了回家的马车 可就在众人在马车上玩乐时 巨怪追了上来 她干掉了除公主以外的所有人 没有办法 公主只好再次屈服于巨怪 而就在巨怪背起公主准备回家的时候 公主抽出匕首 割向了她的喉咙 电影最后 公主带着巨怪的头颅回了家 国王感到十分自责 他主动把王位传给了公主 并举行了盛大的家女仪式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则荒诞无比的故事 出自电影《故事的故事》 名字就叫跳蚤 电影中的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可他却对女儿的婚事如此儿戏 以此可见 在那个时代的欧洲 女性是多么的不被重视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Google粉大片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